由于我们跟随基督 所以我们要去找机会 去参与并推动他救赎的事工 我们今生能为别人提供的最好的服务 就是从我们自己的家庭开始 带领他们透过信心和悔改来归向基督 使他们也能领受他的救赎 也就是今世的平安与喜乐 以及来生的不朽与永生 我们传教士所从事的工作 正是主救赎之爱的一种庄严表现 传教士们成为他所授权的使者 提供对耶稣基督的信心 悔改 洗礼和圣灵恩赐等美妙无比的祝福 打开灵性重生及救赎的道路